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血压性脑内细小动脉硬化是脑出血的最主要的病因 其他包括脑淀粉样血管变性 血液系统疾病 肿瘤促重等 脑出血的各种病因造成了脑动脉发生硬化 导致血压升高 在危险因素的诱发下 薄弱的脑动脉发生破裂 从而形成血肿 继而发生颅内高压 脑组织缺氧 缺血或坏死 前面的学习中我们已经了解了脑出血的各种分型 现在我们来学习脑出血各种分型的具体病因 第一种类型 翘和出血 最常见的病因为高血压性动脉硬化 70%至80%的患者有高血压病史 脑出血耗发于翘和痘纹动脉外侧枝 痘纹动脉外侧枝共三至六条 大脑中动脉主干发出入脑后 先外侧斜行上升 扰过和穿过翘和转向内侧 穿过内囊到达尾转合体 大脑中动脉管腔内压与颈内动脉相近 血流量也较大 其分支处环转狭载 高血压时该处承受压力较大 动脉硬化显著 血压骤身时亦发生破裂 所以又被称为出血动脉 该处出血常侵入内脑 丘脑 侧脑时 以及猪网膜下腔 丘脑出血最常见的病因是高血压动脉硬化 根据出血部位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 丘脑内侧核出血 大脑后动脉后丘脑 穿通动脉破裂 溢入三脑式 二 丘脑外侧核出血 一波及痘状核 内脑后子 三 全丘脑出血 其中后二者系丘脑 膝状体动脉破裂 根据扩展方向及出血量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 丘脑局限型 指出血部位局限于丘脑 出血量长小于5毫升 二 丘脑内脑型 出血扩展到内脑后脂 出血量为5到15毫升 三 丘脑脑式型 从三脑式侧壁或侧脑式下方破裂 中青年脑液出血 最常见的病因是动静脉畸形破裂 老年脑液出血则多由于高血压动脉硬化所引起 其他病因有动脑瘤 隐异性血管畸形 流泪出血 大脑淀粉样血管病 凝血障碍 脑底异常血管网证 颅内感染等 出血耗发部位为顶液 液液和枕液后半部 液顶液最多 左右则无明显差别 其血肿常侵犯二至三个脑液 或两侧同时或合并他处出血 大脑外侧裂区血管破裂 亦形成大血肿 因侧裂动脉直接来源于大脑中动脉 原发性脑干出血则多由高血压动脉硬化产生 脑桥中线旁出血因为旁中央动脉破裂 旁中央动脉由肌底动脉主干发出后突然变细 其流向与主干相反 所以亦受血压影响 既而破裂 称为脑桥出血动脉 多位于肌底与背盖交界处 脑桥胶外侧出血 多因短旋动脉破裂 而背外侧出血 常因长旋动脉破裂所致 中脑出血 多有大脑脚内侧动眼动脉 其死不得微动脉流破裂出血所致 血肿开始于中脑尾端 很快扩展至对策 若动眼动脉中末之破裂 引起的小造性中脑出血 激发性脑干出血 多发生于中脑及脑桥上段 小脑出血 最多见的病因是高血压动脉硬化 部位多在小脑半球 引部次之 半球波及引部者较少 半球出血大多发生在尺状河区 此部位为主要供血的小脑上动脉 亦发生高血压性损害 主要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 三肢小脑动脉较大分支 发出尺状河动脉 金穿皮质时几乎没有分支 而到达尺状河附近时 分支突然增多 二 许多尺状河动脉 二至三级分支发出后 血管口径变细或者直角发出 三 尺状河附近水之内 存在有大量的螺旋动脉 因此此处血管阻力 及血流动力学发生变化 分支处 血管内皮切影力加大 亦发生破裂出血 三肢动脉尚有分支 故脑干 故容易发生合并脑干出血 脑次出血患者 原发性者较少 7.4%为18.9% 最常见的病因 为脉络从动脉流 及动静埋畸形 其他包括有高血压 颈动脉避塞 烟雾病 罕见有错垢瘤 囊肿 静脉取张破裂等 激发性常见高血压 动脉流 动静脉畸形 少见或罕见有 颅内肿瘤 凝血功能异常 梗塞性出血 酒精中毒等 脑石之内血肿 可源着阻力较小的方向扩展 亦破入脑石壁 进入脑石系统 脑石内积血的脏位效应 导致颅内压的升高 压迫脑石周组织 影响脑基业的循环 从而形成脑功能损害的 重要病理生理基础 猪脑膜下降出血的病因 首先可分为 外伤与非外伤型 外伤型指颅脑创伤 颅脑创伤引起 猪脑膜下降的血管破裂 脑错裂伤的肾血 以及颅内血肿的血液 进入猪脑膜下降所制 非外伤型的猪脑膜下降出血 则主要有以下几种病因 颅内动脑瘤破裂 是其中最主要的病因 大约有75%至85%的比例 耗发于30岁以上的成年人 颅内动静脑脑肌型 大约有5%至9%的比例 多见于青少年和儿童 其他病因包括血液病变 脑肿瘤 感染性动脑瘤等 当血液流入 助脑膜下降 脑脊液染红 部分及全脑成紫红色 红细胞沉浸于脑沟 脑瘤使其染色更深 在量大时 脑表面可有薄成血块 脑底更为显著 甚至将血管神经埋没 随着病层的延长 红细胞溶解释放 还有铁穴黄素 脑膜及脑皮质 呈现一种铁锈色 出现局部粘连 在显微镜下 早期细胞反应及吞噬现象 逐渐呈现微细胞进入血块 最后形成一层 避塞助脑膜下腔疤痕 请不吝点赞助脑